马上要带您看有学生号召的占领凯道活动 今天下午一点钟登场 来自北中南各地的支持群众大集合 逐渐占满了周边道路 捷运台大医院站还一度采取过站不停的方式 以疏解人潮 各界代表轮流站上讲台 表达他们的诉求 人手一朵太阳花 总统府前的凯道完全被黑山军占满 人潮从凯道一路延伸到中山南路立法院 连仁爱路及信义路也都是参与这场集会的民众 太花学运学生号召人民上街头 引起很大回响 不只学生从立法院涌到凯道 不分男女老幼也一同站出来 这个运动就是从学生开始 其实很多大人一开始反对 但是一直渐渐的开始去说服大人 然后也看到越多大人加入学运之后 可以发现这个学运不再是学运 而是全民的运动 我是一个国种老师 但是我是看清楚很多地方 所以才跑到这边来 并没有特别的支持服貌或者反服貌 但是政府一定要公开公正的 让人民知道该有的 而不是黑箱作业 尽管人潮涌挤 但不管是坐着轮椅 还是带着孩子也都没有缺席 我觉得我们台湾未来是有希望的 我们只告诉说我们是在争取一件很正义的事情 你只要了解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这样就够了 舞台上简单几个大字 捍卫民主退回服貌 清楚表达这场占领凯道的诉求 占领立院国会议场学生代表程维廷 也从立法院走到凯道呼吁马总统要回应人民诉求 他已经回应了学生四项诉求当中的三项 听起来好像很善意 但是其实你只要认真的看 就知道完全没有回应到我们核心的诉求 对不对 对 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大家跟我喊一次 先立法 再审查 但是马英九昨天 有答应这件事情吗 没有 陈卫庭也强调 退回服貌是退回到行政院 人民没有拒绝跟中国往来 但必须由台湾人民参与 决定如何往来 陈卫庭也表示 占领国会第13天 但他从没想过会有今天 而这场占领凯道行动 也正式充分向马政府展现人民意志 记者宣斯蒋龙翔台北报导